大家好,我是Stan Glaping可吉祖之眼的韩剧《策冠网》 将在12月18号开播并公开了预告海报 当然,马上就再次引起了部分网友们的争议 首先给大家重新简单整理一下 部分韩国网友们抵制《策冠网》这部戏的理由 首先是1980年代在韩国 有很多提倡民主化运动的大学生们 都被政府愿望成北韩间谍而被口纹致死的历史 但是《策冠网》男主的角色设定 却是伪装成参与民主化运动的间谍 所以网友们担心这部戏会美化北韩间谍 然后剧中男人是饰演安全企划部的部长 角色设定为硬汉子 而安全企划部是当时口闻大学生的地方 所以部分网友们就担心 这部戏会美化军事独裁体制下的安全企划部 最后就是剧中女主的名字 使用了当时实际受害的大学生的真名 部分网友们表示 这是对到现在都在痛苦中生活的安全企划部受害者 以及遗属们的二次加害 当然,电台已经声明过 女主的名字有更换 实际内容并没有美化北韩间谍或者是安全企划部 但是部分网友们还是不相信 这是祖先会流血泪的电视剧 结果还是要播放 如果有一点错误的信息 就会马上到放松通信委员会检举的 太过分了 是韩国人吗 最糟糕的是 这部戏已经卖给迪士尼plus了 只在韩国播放的话 检举就可以了 在海外播放会是很大的问题 男女主角不会不知道自己的影响力呀 这没想法 然后也有这样的留言 电视剧就是电视剧 那么在电影里 长得帅的演员扮演犯罪者做善事的话 就是美化犯罪者吗 康东恩孔与Top饰演过北韩军人 就是在美化北韩军人吗 不是 最起码要等电视剧播放之后再说什么吧 如果内容没有扭曲历史的话 要怎么办呢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一部电视剧或者是电影 真的有扭曲自己国家的历史的话 大家会不会去抵制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粉丝们感动的Momo 11月9号是TwiceMomo的生日 为了庆祝这一天 Twice官方YouTube频道上 上传了一个Momo亲手剪辑的Cover歌曲 因为在Cover影片中能看到 Momo去了几乎所有粉丝们 为自己准备的广告屏幕咖啡厅 甚至还拍下来放进Cover歌曲里 所以让粉丝们都非常感动了 啊 准备这些的粉丝们会有多幸福呢 然后最让我吓到的部分是 这发音 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能感觉到Momo对于这首Cover是有多真心 没想到唱与自己音域符合的歌 音色会这么美 真的被吓到了 哦 歌唱实力竟然这么好 粉丝们应该会感动的 哇 不是粉丝的我都觉得很催泪 看Momo的话 能感觉到总是对粉丝们是真心的 哇 竟然还去了所有粉丝们为自己准备的地方 大发 歌唱得也很好 这么忙还去了粉丝们准备的地方 放在Cover歌曲里 亲手剪辑还有手写信 能感觉到Momo的真心 祝你生日快乐 之前在经历过那件争议过度的被攻击后 Momo没有选择逃避 在自己的生日勇敢的面对自己 将自己的真心努力献给了粉丝们 所以粉丝们才会这么感动的 而粉丝们的感动对于Momo来说 应该是最棒的生日礼物了 期待Momo 生日快乐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